新北小学堂总决赛台上战况激烈 这回新北市市长朱立伦也在百忙当中来到板桥高中会场 替参赛小朋友加油打气 朱市长在致辞时表示 虽然当天看到一则新北市市民是全台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最高的县市 不过罹患率也是全台相对最低 因此也盼望小朋友借着这样的活动 能够从小建立健康习惯 进而影响父母与家人 我看到昨天有个报道 我有点难过 他说什么新北市 我们这个吸血管疾病的 这个好像的风险特别高 我赶快去查了一下 不过我们的罹患率 罹患吸血管的这个比率呢 是全台湾相对来讲最低的 我们都知道健康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 从小就养成健康的好知识 对我们所有小朋友来讲 将来一生受用不尽 而且除了自己有健康的知识以外 还可以提醒自己的爸爸爸爸 自己的爷爷奶奶 自己的阿公阿嬷 让我们全民更健康 其实新北市卫生局从102年起 就开始举办健康小学堂竞赛 至今已经设计近15000题 包括健康促进 烟害防治 食品安全 以及传染病防治等13大类 让小朋友随时都能够自行上网学习 并且让这些健康小尝试能够从小升职心中 健康的势能要从小来累积 从小来培养 那希望都能够把这些势能也化为它具体的行动 所以像未来除了在新北市我们推广之外呢 也希望能够扩及于台北 扩及于整个北部地区 甚至我们全台湾大家一起来响应 增加我们全民的健康势能跟知能 而本次的新北健康小学堂竞赛 几乎全新北市的所有国小都来参赛 这也让决赛时显得竞争相当的激烈 这也代表小朋友都准备充足 对于卫教等相关知识都具备的相当足够 记者刘德宇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